好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耶诞夜了 那么各地都有相关的庆祝活动 但时间一大早的时候 在台北市的西门町 却是有一场很另类的耶诞老人脱衣袖 不过呢这并不是什么样的庆祝活动 而是环保联盟他们为了要抗议政府 不重视温室效应所安排的一场行动剧 这两位耶诞老人不送礼 却当街把衣服脱光光 只剩下一条红内裤 他们要用裸体来抗议政府 忽视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灾害 根据环保联盟统计 台湾人口数是世界第48名 但是200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却高居第22位 而且全球平均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18公吨 台湾近高达11.26公吨 十年来足足增加一倍 台湾所有的排放量里面 有六成是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当中有五成是石化跟钢铁业 我们产业如果不转型 如果不放弃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的话 我们的温室气体都会不断的飙高 环保联盟优心如果温室效应持续下去 冬天温度越来越高 或许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四季如下了 民事新闻徐台孙林志宏台北报导 那么如果